美国上个月宣布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 许多之前被伊国组织控制的地区 陆续解放 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 就是其中之一 好不容易摆脱极端统治之后 当地最近出现了枪支专卖店 不少民众纷纷想要购买枪支来防身 不过安全问题恐怕将随之涌现 走进这家店 橱窗上摆满了各种枪支 来福枪 手枪和各种子弹 全都一应俱全 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之后 摆脱圣战式统治的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 枪支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民众都想购买枪支来防身 尽管有枪居民能自我保护 不过由于买枪的人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 因此有人担心枪支泛滥的问题 将让整个地区变得更加不安全 就怕有参与的恐怖分子 混入人群轻易取得枪支 又或者担心枪支过于泛滥后 家庭或部落冲突会更加严重 因此社运分子呼吁政府加强枪支管制 避免伊国组组织走后换来的和平 会因为枪支泛滥而变成泡影 NTV7 综合报道